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作词 杨栋梁 作词 杨栋梁 今天我要用约翰福音第16章5到15节 这阵子我们都在看约翰福音 约翰福音特别把三个一体的神 借着约翰的领受很清楚的告诉我们 这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 那特别在怨妇里面 我就很感谢主的 说讲到主耶稣的道成肉身 还有讲到他跟父神的关系 另外一个在福音书里面 要帮助我们更多的认识圣灵的工作 因为常有时候在不同的神学观里面 有时候我们会把这位三位一体的神分成几个阶段 旧约翰讲到父神 主耶稣的时候讲到主耶稣 完了以后到新约的时候 或者到教会的这个期间 我们就讲到圣灵工作 但主要告诉各位是 这三位一体的神从来没有分开过 不是旧约翰只有一位在座 亲约翰就另外一位在座等等 这三位一体的神要把神全然的丰富 要带进我们生命的里面 那特别在这几位当中 我们最不熟悉的可以这样的说 纵然我们在教会常经济到圣灵的工作 不过有时候对祂的本身 对祂的神性 还有祂的工作的主要的 祂的作为 我们并不是弄得很清楚 甚至有时候听到有人跟我说 圣灵这个东西我搞不懂 我就笑笑跟他说圣灵不是一个东西 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第三位 所以你要弄清楚 那当然不是这段经文就把整个圣灵 整个的圣灵工作讲得清楚 但是我相信 当我们越了解圣灵工作的时候 让我们更觉得我们是需要有祂 甚至这是必须有祂 这是主耶稣所做的工作 那特别我们就讲到 很多的时候 我们对圣灵的陌生有一点点 因为我们对天父 父亲有一个叫做一个的观念 就好像我们的父亲一样 主耶稣是人 或者是我们的好朋友 这我们有点观念 因为起码在我们生活里面 有这样的关系的认识 但坦白说 圣灵我们不太容易 不过如果你不认识圣灵 你很难经历主耶稣基督 如果你不认识圣灵 你很难经到父圣 所以你会发现 罗马书第八章 第九到十一节 三节经文 我提过 讲到圣灵的时候 除了讲圣灵 还讲基督的灵 还讲神的灵 换句话说 圣灵很重要的工作 是让我们不仅头脑知道 基督是怎么样一位神 而且是把我们带进 那个尽力的里面 所以叫做基督的灵 所以有位很 我很喜欢的 因为我认为他是一个 很好的神学家 也是这个叫 Gordon Field 他讲过 今天还有人说 要不要圣灵 要不要基督灵 如果你没有基督灵 你不可能成为一个旧徒 意思说 你不能活出基督的样式 如果你没有神的灵 你不可能认识这位父神 经历这位父神 好像能够活出 是神而你应该有的见证来 所以我就这样的提提 圣灵的工作是必须的 因为这帮助我们 能够尽力到这位又正又活 三位一体的正神 不相对的 圣灵本身他的工作 就是很隐藏的 他高举主耶稣基督 他愿意我们更多认识的父神 但不管怎么样 今天我想用一段经文 跟大家再从圣灵 这一位的角度 我们专心的来看看 他在你我上的工作 约翰福音第十六章五到十五节 若是你找着 若是你方便的话 我还是邀请你 我们一起站起来 让我们存一个敬畏神的心 来读神的话语 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五节 我们一起来读 现今我往猜我来的父那里去 你们中间并没有人问我 你往哪里去 只因我将这事告诉你们 你们就满心忧愁 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 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 我若不去 保费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 我若去就拆他来 他既来了 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 为审判 自己责备自己 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 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 你们就不再见我 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 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 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 他要领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 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 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 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 他要荣耀我 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 凡父所有的就是我的 所以我说 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 我们一起祷告 天后我们在线上 我们来感谢和赞美 每次我们不仅从来话语 制造你的心意 每次借着圣灵 我们尽力到你心意的时候 所以我们不仅敬拜你 我们敬畏你 你是何等大而可畏 又是充满了恩赐 大有怜悯的神 因为我们预备这救恩 是何等的丰富 更是何等的完备 由今我们成为和选性的恩典 既然我们能够站立在你面前 敬拜赞美 甚至服侍你 这是给我们格外的恩典 愿主临大师在一起的 不仅浇灌在我们身上 运行在我们的当中 好叫我们能够明白真理 也让我们进到这个真理的里面 听我们的祷告 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 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生命 Amen 请坐 领受圣灵是神的心意 是必定要发生的事情 主耶稣的离开 跟与受圣灵的来到 是不可以分开的 所以我们刚刚读的这个第五节到第七节的时候 他说我现在要到父那里去 你们中间并没有人问我 我往那里去 这句话其实你读的时候 你有点的惊讶 因为第十三章的后面就讲到 耶稣跟说我要离开你们 所以他们问好几个问题 你要离开我到哪去呢 耶稣讲一句话以后 彼得又回来就问 你到哪里去啊 你去哪里啊 你要去干什么 当门徒知道他要离开他们的时候 主耶稣离开他们就很难过 所以主耶稣讲的十四章 很重要的一个道理 就是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人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 既然他讲得这么清楚了 但是耶稣还是说 现今我往 拆我来的父那里去 你们中间并没有问我 那句话怎么解释 因为十三章末了 十四章都在讲 他要到父那里去啊 请大家要留意识在这里 那时候他们所关心的是 主耶稣离开他们 他们如果主在地上日子 他们跟踪主这么久 他们发现 主耶稣基督帮助他们 公益他们一起所需 让他们知道人生的目的在哪里 让他们知道人生 让他们碰到困难 怎么越过这困难 继续走在神呼召他们的道路上 所以他们是从自己的角度 从他们有的思想来找的 他们很难会想到 主耶稣还有一个很重要 离开他们的道理 这个 离开他们的一个原因 所以耶稣这句话 其实我要告诉你 所以第七节那边说 所以我说离开 你们又又走 所以主耶稣说 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 如果预备好 我来接你们 但是这是对他们的 有限的头脑 他们的需要 主耶稣所作为解释 但这时候主耶稣 既然你没有问到这个 但主耶稣说 我要告诉你们 我真正要去的目的 是在这里 因为我去 圣灵才会来 记得我在思想 第十四章的时候 我提过 在我的父家有许多住处 我会去 去预备地方 预备好 就来接你们 我花了蛮多的工夫 去解释那段经文 因为这段经文 从某角度来讲 是很具体的 我在父家有许多住处 我为你们预备地方 不过从语文的角度来讲 你会觉得有点真的 不太通 就是说不太能够明白 在我的父家有许多住处 到底这个住处是什么样子 所以照那个字 在原来文字 一个大的房子 或者什么六合院 或者现在用的一个社区 所以基督徒住在那里 是这样子吗 圣经从来没有清楚地讲 复住的地方是什么样子 只能够用一些的描写 比如像珍珠门 像黄金 基本上是人能够了解的 去描写住的地方那个部分 但是真正还是没有讲出 所谓神的家 是高楼大厦呢 还是所谓的平房呢 还是什么一个社区 没有讲 为什么没有讲 因为在圣经讲到住处的时候 基本上讲的不是那个所谓的 是有个实在的地方 但那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父的住家 是讲到神的同在 所以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真正 人不见我没有到父那里去 所以基本上他还是没有讲 父的家是多大多小 原来是如果你要有神的同在 你需要依靠我 因为我就是把你带到神同在的那条路 我就道路真理的生命 如果再想到 如果还记得两个礼拜前我提到 神要预备祂的地方吗 如果你到我家来住 来来来来来来 就来所谓来来拜访好了 我还是要预备一下 我还把它整理整理 如果万一你说 牧师我可不可以在你家住一个晚上 我还要预备一个房间 我需要为你来 我需要预备 神需要为你预备吗 因为神每样事情都美好的 因为我家乱乱的 或者我弄得不整齐 或者我还没有腾空一个空间 所以我要预备 所以你从这两个角度来讲 你就发现一件事情 神不是要预备那个地方 神是预备我们这些人 怎么进到那个地方 特别我用主耶稣做了一个例子 天国的道理好像什么 好像一个的主人 他预备好的筵席 然后去找他的认识人来吃饭 每个人都有借口 我忙这个 我忙那个 都不来 所以这个主人就说 这样子 就跟他仆人说 见面上不来 你们就到那里再跑一趟 把所有在街上愿意来的 包括乞丐都无所谓 把他们找来 他们就吃了 这个筵席不能够浪费 所以当街上 所有的人都跑来的时候 这个主人就说 不能够这样吃饭啊 你总要有个文化 有个规矩 或者有个卫生 所以每个人 发一套衣服 换所谓的 在众的场合里面 适合的 应该是蛮隆重的 可以这样的说 但有人不换衣服 有一个人不换衣服 所以这个主人看 每个人都换了 他说你怎么不换呢 原来你进到那个筵席 进到那个天国的演习 是白白 但是你需要预备好进去 每个人都预备好 都换了那套衣服 不要忘记了 演习是主人预备的 连那套衣服 也是主人预备的 都是恩典 都是恩典 那问题在这里 当时的 我说这些宗教家 法利塞人 文士等等 他们说忙 都不能够参加这个演习 不过祷告 在街上很多人 用这个比喻来 是所谓犹太人看不起的 法律太人看不起的 这些所谓的 这些罪人 他们都可以进来 但是要预备好 才能够享受这个演习 这个比喻是 就是说刚刚说 他提到的 该进来的 没有进来的时候 神的救恩不会浪费 去让那些 从人的角度 好像不应该得救恩 不过神说没有 救恩是for everybody 他可以进来 但是要预备好 所以相同的 当你进到 父的面前的时候 父神面前的时候 你有没有预备好 不是预备 父神的住的地方 是预备 我们这个人能不能进去 那再问呢 谁去预备 我能够预备我自己吗 如果是的话 我根本不需要救恩 就是因为我预备好自己 所以我需要救恩 我需要主的保血洗尽我的罪 而且我需要我整个的人生 我的人生观 人生驾驶 都要改变 预备好再进去 那谁做这个事情 这是圣灵的工作 所以你读罗马书六七八章 讲到成圣的时候 是讲到圣灵的工作 只有圣灵帮助我们 预备好过一个成圣的生活 好叫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 来到神面前 再说不仅是将来 也是现在 现在也是将来 如果这个能够了解的话 你就发现主耶稣说 我去 去是与你们有意的 我去 我要将真情告诉你们 如果你们还听不懂 为你们预备地方 付着主要学 还不懂 我要告诉你 就是刚刚我所解释的这些大堆 所以你们要预备好 谁预备你 所以我不去的话 圣灵不会下来 如果圣灵下来 是对你们有意的 英文圣经有些人翻译是good 有些人翻译是best 有些人是the great helper 换句话说 只有圣灵来 才能够把我们带到一个的状况 帮助我们 预备我们 能够来到一个 你一生我一生最可慕的事情 就是与这位神面对面 再说我们的信仰是恩典 是神的启示 我们在启示宗教 我们需要明白神的心意 我们需要走在神的心当中 原来发现都是恩典 我们不是人为宗教 意思说我们在想在猜 只要我们走在他心当中 神就负我们一切责任 所以就是包括预备在内 神需要帮助我们 是要借着他自己来帮助我们 他说是有意的 这又产生一个事情 这边所说的 当我们在这个预备的当中 就来一位这边所说的保卫师 要来到我们当中 我不仅说这是神要做的工作 更要紧的我要说这是主耶稣 也是他最后一件工作 我们常说主耶稣来到地上 道成若然来到地上 然后在地上 特别服侍那三年半时间 让我们认识这位神是怎么样 一位神 他的道理 他的神迹奇事 证明他所讲的道 然后他所做的 证明只有神才可以做 而且做的事情 都是叫人能够得好处的 病得意志 下人的开心 还有罪得赦免 但当时主耶稣最明显一个工作 就死在十架上 为了担当我们的罪 然后他从死里复活 常常他就升天 我们就停在那里 受死复活升天我们就进来 基本上神的主耶稣工作还没有完 直到最后一个工作做完 才算真正的做完 他升天回到父神右边 所以他一直说你们要等 福音书这样你要等 等到圣灵降临我们的身上 那回到死无形状 你就发现你要等 等到圣灵降临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就得到能力 等等等等 因为我们需要有圣灵的工作 因为只有主耶稣回到父神右边 恢复他三位一体的第二位 他的真神的身份的时候 然后他就向父求父 差遣另外一位保卫师 来到我们的当中 特别属行传 特别福音书都讲到 比如玛利亚 耶稣复活以后 他找耶稣 往坟场那边 最后发现 原来一个人站在旁边 他以为是园厅 后来发现耶稣 他高兴了 既然死复活 就不要再走 不要再走 也说不要摸我 原来文字说不要抓住我 什么叫抓住我 不要抓 因为我还要离开这里 为什么要离开 因为我必须回到父神右边 为什么 耶稣复活不就流在地上 不就整个世界就改变了吗 不不不 因为他的整个神的救世的program 还没做完 直到他回到父神右边 他就求父差遣另外一位保卫师 来到我们的当中 所以你从神的角度 从主耶稣的角度 拆检圣灵来到我们当中 让我们能够领受圣灵 是必须要发生的 是必须要发生的 我花点时间的是在第二大点 到底圣灵的工作是什么 第一个我们现在来谈谈 既然是有意的 如果耶稣说 如果我不去 保卫师就不会来 那去的是有意的 刚经提到 到底有意些什么 所以圣灵来了 到底在我们上做些什么 以至于我们觉得 不仅是有意的 而且是一个很宝贵的 而且是必须要发生的 第一个我们要看看 什么叫保卫师 特别在十四章那边讲到 我求父差检另外一位保卫师 所以从个角度来讲 主耶稣说我就是保卫师 所以叫做另外一位保卫师 那就圣灵 那什么叫做保卫师 我已经说过好几次 这个字在原来文字 就一个站在你旁边的人 叫做保卫师 这个人在旁边随时要准备 要帮助你 所以这个字也可以 最多翻成是一个律师 意思说你在法庭上的时候 你不会讲什么 或不该讲什么 那个律师会帮助你讲 把你的需要 把你的困难 甚至把你的所谓的真情 向这个法官那样表达 所以他叫所谓的comforter 也叫encourager 基本上的意思就是 someone stand beside you 他随着要成为你的帮助 然后在十四章那边讲到 约翰福音 他是另外一位保卫师 这位保卫师是什么 他叫真理的灵 等一下我会提一下 这位保卫师是长久与你们同在 而且这位保卫师是住在你们里面 以至于你不会在地上成为一个孤儿 神的同在才让你我知道 我们永远不会成为一个属灵的孤儿 但这是谁的工作 这是圣灵的工作 这位圣灵 这时候所谓的你可以说跟主一起同工 或是这时候接了主耶稣继续的工作 就是与我们同在 不过他有点同在也跟主耶稣不太一样 因为他是永远同在 主耶稣三年半从辐射角就离开了门徒 不仅这样 主同在是神在我们的当中 叫做God with us 但是这位圣灵是住在我们的里面 如果大家记得我们讲这个十四章的时候 原来圣灵是神同在 是神住在我们里面的同在 主耶稣是神同在 是在我们当中的同在 God with us 这是God in us 他也叫真理的灵 OK 底下我们就从这角度来看看 他到底做些什么事情 这段经文从十 这个所谓的十 第八节 一直到第十五节 最少讲三方面的事情 我希望这三方面 大家还不能够把圣灵工作全都讲完 还有很多工作 不过这三方面 从主耶稣讲的 因为是他亲口讲 是很重要的 所以今天在灵恩的里面 只是说圣灵来给我们恩高救服事主 我不说那不对 但是从主耶稣的心意 甚至从心意的角度来讲 是不够的 不完全 这边第一个 为什么他对我们有益处 因为他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 自己责备自己 我需要解释一下这个字叫责备 责备这个字翻得也对 一说很清楚知道你错在哪里 然后这是错 你错 所以制止你可以翻成变成责备 意思说你知道错 而且不能够推测 推堂 推堂 就是错就错 你过去不清楚 为什么需要 这个字也翻成叫做证明 也翻成叫做所谓的 用下来的话叫conviction 也叫什么 叫做所谓的打开 让你清楚看见 否则你看不见 或许说就是把它显露出来 但不管用哪个字 就是让你清楚知道 让你知道这个事情是错的 让你知道你这个人是错的 人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人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人最大的困难 自我里面最容易表现一个 就是自意 我们很难承认我们这些是错的 中文人我们是旧徒 这样信主 我们祷告的时候 如果我们一群祷告 大概也会 不要说一群人 就几个人祷告 你很常会听到 神来给你赦免我们这个人 因为错了 不是我一个错 大家都错 而且有时候我们大家都错 那我还比他错的少一点 比他好一点 有时候我错的时候大家都错 那有什么办法 错就一起错了 所以神来你不能够找我 如果要找我算账 一定要找 所以常常你开车的时候 超速被抓的时候 你一定会跟那个警察说 前面那几个开的比我还快 为什么你只抓我不抓他们 人不容易 或是人不可能 人不承认他自己的错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 你错了又怎么样 我意思说 你错了你可以改善吗 你可以改变吗 你可以修理吗 你可以fix吗 亲爱的弟兄弟兄 只有遇见神的时候 你才知道什么叫错 叫做conviction 而且遇见神以后 你才知道 世界上每一个人可以帮助你 从这个错里面走出来 只有神这 因为祂是创造你的神 祂知道什么叫对错 因为祂创造有个目的 意思说祂已经有一个的 祂对你的最高的心意 一个pattern 一个的所谓模式在你的身上 所以对不对 祂一看就看清楚 你看不清楚 我看不清楚 别人看我也看不清楚 不过神一看 就清楚知道你错在来 好像一个表将 做手表的表 如果祂是做这个表的 对我来讲 哎呀这个表 每一天都快跑两分 两秒钟 晚两秒钟 有什么关系 不过对这个 制造这个表人来讲 这不对 因为祂做的时候不是这个样子 祂弄得很准的 或许这样 如果说哎呀 算了跑得不太好了 过一两个礼拜 我就要重新调一下 也蛮麻烦 干脆手把他弄准一点好了 我也做不来 拆开这个表里面 一大堆东西我搞不清楚 或是需要一个制造表的人 才能够所谓的调整他 才能够fix他 我在说圣灵乃神乃 让我们能够明白 到底我错在哪里 这边所说的 为罪 原来我离开了神的心意 不只是所谓杀人放我叫罪 不然是做一些不好事叫罪 单单的离开神的心意 从整个圣经来讲 这就是罪 世人都犯了罪 亏欠了神的荣耀 意思说神看我们有没有罪 是从祂的荣耀角度来看 从祂的神性 牧师他要求太多了 不对 因为我们是按照祂的形象 按祂的样式来创造 意思说我们是照祂的有的功能 虽然我们永远不是神 我们有神的功能 以致我们能够做 神要我们做事 这叫形象 这叫样式 所以我们错了 神看见我们的错 所以离开了 祂创造我们的目的 也只有神可以fix 所以很重要一件事情 圣灵来帮助我 我在过去很久 我从小就在讲 因为我父母是信主 但是我不知道 他们信得清楚 我也感不太清楚 不过对外来讲我是不太清楚 等到我就这样 等到我在这个 学校国外读书的时候 我在进到查经班 从圣经我才知道 很多东西是不对的 我就修改 我就修改修正 所以大家也觉得我有进步 也蛮不错 甚至有人鼓励说 你要出来做传道人 我讲得有点道理 所以他们觉得 你讲得很好啊 实际上我出来做传道人 第六年 我就发现 其实我外面还蛮像 但我里面很亏欠 但我不会认为 请看 我已经出来做传道人 以前做事等等等等 你看 说爱主 哪一个人 你们要跑出来做传道人 然后就放下世界 多了不起啊 好像都不错 在教会的奉献 以前在职场的时候 然后在教会 我参与很多服饰 又是这个主席 宣教外宣的主席 又是这个什么什么的主席等等 然后出来做传道人 不过我突然发现在里面 有很多不对的 我在里面的骄傲 我里面的质疑 我常感觉到 里面不对 但是好像也就这个样子 因为有时候看看别的传道人 坦白说好像也没被我好到来去 直到那天 出来做传的第六年 在自己的教会 圣灵浇灌下来 我与主面对面 我才知道我是一个得罪神的人 我得罪我的弟兄姊妹 不然 纵然他们好不好是一件事情 但我整个人的动机 我的努力 希望达到的结果 坦白说 是跟神呼召我 不太一样 意思是说 如果我做不一样的时候 基本上我就亏欠了神的荣耀 意思是说 我抢了神的荣耀 我犯了罪 意思是说 我没有杀人放过 我已经做牧师了 但是我整个人 并没有走到神的信堂 那天光照我的时候 神知道我亏欠了我的妻子 甚至亏欠了我自己的两个孩子 我常用做牧师的这个名义 做很多的礼 做很多事情 对他们讲是不合道理的 但是大家还认为 我是一个蛮不错的传道人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责备在我里面 神啊 怎么办 神啊 怎么办 神啊 怎么办 才是一个罪人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 叫世人为罪 为一神 因为他不信我 为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 不信主耶稣基督 什么意思 因为不信主耶稣基督是神 不信耶稣所讲出来的 教导出来的 叫做救恩是从他那边出来 其实这不信是头脑的问题 耶稣在福音书里面常讲到 你们这些文士法律三代 你们说遵守神的律法 你们是跟着摩西走的 但摩西打出来的律法 都在只是说表明他对神的顺服 今天走过这么多年内来 你们对神的顺服吗 先知的话 神的话你们不听 神派先知来 你就侮辱这个先知 修了这个先知 现在最后神派他的独生爱之来 你甚至逼迫他把他钉在十架上 你说你爱神吗 所以你会发现 崇摩我巧是很微妙 崇摩我巧是很恐怖的 你可以做一个很敬天的基督徒 你可以做一个很敬天的基督教徒 这不代表说你是一个真正的爱神的人 我希望这不是 你可以从我这个角度来思想 你不同意 我不会怪你 因为这太难明白了 直到我遇见神 我才知道 我是一个得罪神的人 才是一个得罪神的人 原来今天很多 又回到这里 我们有没有得罪耶稣 你说没有吗 耶稣讲的话你都遵守了吗 但是我们在教会做过二三十年 我们蛮像基督徒的 再讲 又说牧师啊 你很属灵啊 然后碰到那个 因为他年纪大 我们就要长老 但是他里面的生命还不是这么老 意思说还没有成熟 里面还是很多血气 你看有时候常是教会的领袖 斗的最低还是教会的领袖 彼此批评论断最严重还是教会的领袖 更糟糕的 连牧师批评另外一个牧师 不是这样是吗 常常因为我做了 别人不做 我看不顺眼 因为别人做对的事我没有做 我也觉得他是装弱 我们常常这样说 除非你遇见神 那时候你才会有个彻底的破碎 虚心的有负乱 你才能够真正的进到神的国 我快一点 我再讲第二个 所以自己 这个所谓的认识自己是一个罪人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第二个 为义 这边说到 因为我往父那里去 你们就不再见我 这是讲到主的复活 刚刚说了 如果我们不认识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 我们自己是义 所以当你 你站在当时的角度 主耶稣那个时候 你站在十架底下 你说那十架上那个人是救我的 你同意吗 哥林多前书 保证说 希腊人说 罪人这个怪在十架上一定是个罪人 他怎么能够拯救我 但是保罗其实用这个 不要说你如果认为怪在十架上那个罪人 你比那个罪人更有罪 对很多的所谓宗教家是受不了的 犹太人说需要能力 这么软乱的人被钉在十架上 他还是我的救主吗 我起码站在底下 我没被钉十架 所以主借着从死里复活翻转了 整个人对于主耶稣的了解 确实当从死里复活 证明一件事情 罪人不是他 罪人是欧永亮 软弱人不是他 罪人是欧永亮 你不仅知道我的罪 因为圣灵的工作 而且圣灵要帮助我 有个认知的翻转 他挂在十架上 是因为他担当了我们的罪 他挂在十架上 是因为他用他的能力 担当了我们的软弱 所以特别人怎么知道 这一件事情 叫做从死里复活 从死里复活 所以在整个教会历史里面 整个信堂 这是一个essential 一个绝对 因为这证明主耶稣所做所行 一切都是真的 因为他从死里复活 先不要去讨论坟墓是否是空的 单单这件事情 对我来讲 产生多大的impact 这个影响力 跟这件事情是绝对分不开 过去我们认为 我才对他是错了 我才对他是完整 他是不够完整 我是刚讲的 借着主耶稣基督 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 人都是有罪 人都是软弱 但是有一位为我们担当了这一切 你信他吗 你信他 你就成为一个义人 因信而成义 这是我们整个信仰一个很重要的核心思想 不是靠功德 不是靠行为 不是靠人的办法 是靠单单的信那位 你过去信不来的 怎么可以信一个挂在十架上的罪人 最坏的罪人才挂在十架上 在当时 最软弱的人才挂在十架上 因为圣灵的工作 所以你读这个哥恩多前书二章 讲到恩赐的时候 保罗提醒我 先不要讲恩赐的人有多少 先要讲讲那个用恩赐的人 如果一个人是一个属灵人 他不会说挂在十架上 就是应该受咒诅的 他不会讲那个 挂在十架上那个不是神 一个人怎么会改变 你我都站在底下看着十架 为什么你说他就是主 我就说他是一个罪人 为什么 因为是圣灵的工作 只要你愿意 只要你渴慕 神啊我这么软弱 我怎么能够走出来 圣灵会提醒我们 你没有办法 我有办法 你不能够fix你自己 让我神 创造你的神 来fix你 当你因性而成性而成性 你是圣灵的改变 带出第三个 为审判 因为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 借着主从事里复活 升天得胜 一说主耶稣胜过这世界一切黑暗的全世 换句话说 第一个圣灵帮助我认识我的罪 第二个圣灵帮助我可以信主耶稣 我这个人从一个错人变成对的人 第三个圣灵就帮助了我 让我知道在这世界上碰到任何环境 你我都可以得胜 而且得胜有余 因为这个世界的王受审判 这个字应该说被破坏了 他的权是被破坏了 或是说他已经被定罪 看你怎么说都可以 换句话说 黑暗权还在这个地上 但对你来讲 对你来讲 对我们这些信靠主人来讲 特别有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来讲 这个世界的王胜不过你 如果这些年来神给我一些机会 特别是神更新以后 常常有机会为人家祷告 不是医治就是释放 我发现一件事情 只要这个人他愿意归向主 黑暗权在里面一点权势都没有 一点办法都没有 甚至我常说 不是我帮你赶鬼 你自己赶就可以 甚至我说甚至赶都不用赶 你过一个依靠圣灵的生活 被圣灵充满的时候 过一个圣灵叫做圣洁的生活 那个鬼在里面待也待不下 因为他在里面没兴趣 因为你太圣洁了 这不是他活动的范围 这不是他活动的环境 他自己会跑掉的 不代表说黑暗权势不会来试探引诱你 但是每一个 这个黑暗权势能够胜过来 因为黑暗权势后面那个王已经被定罪被审判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你需要有圣灵工作 我需要圣灵 即使做一个基督徒 今天你能够保证你每样决定 每样做的事情 包括你在某个时候 或者回应那个态度 那个动机一定都对吗 圣灵会提醒你 这是错的 这是错的 这不是逃生间 那第二个 我怎么办 就回到神的话语来 原来神的心意是这样 我就继续依靠主 意思说我继续的守住神的话语 我就活在这个圣洁里面 以至于圣灵会帮助我 帮助你 我们能够胜过一切黑暗的权势 我要说的 如果有兴趣 还是要读罗马书六七八章 一到五章是讲到阴性正义 六七八章是讲到阴性而成圣 第八章特别讲是圣灵的工作 过去你立志行善由得你 行善由不得你 是因为圣灵在那里面 让你能够立志由得你 行善也由得你 等一下最后 我稍微再提提这一方面 这是很重要的 但这个基督徒就只要得胜就了是吗 这已经很不错了 我相信你都同意 不过基督徒还有更丰富的在哪里 这边的第一 后面这节经文 你会发现 对一个所说的 我还有一些要告诉你们 你们现在担当不了 但是当圣灵来的时候 它会引领你们进到一切的真理的里面 十三节这样的说 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神的话你可以研究 你可以读 但是不要忘记 神的话不是一个人写出来 是这个人后面圣灵感动他 所写出来的 所以提摩大后子第三章十六十七节 圣经都是神的末世 基本上叫做启示 叫做inspire 现在原来文字的意思 是神的口吹的气 God breathe 如果讲到气的时候 我已经提过三个这样的事情 风 气跟圣灵 是三个字是通用的 换句话说 整本圣经是圣灵感动 那个作者把它写出来 圣灵感动那个作者写出 这个神的话来 当你读神的话的时候 没有错 你要透过这位作者 因为他的语文 还有他的当时的背景 不管怎么样 两千年期的事情 我需要去解经的时候 试经的时候 我需要了解这个作者 在讲什么 但是千万不要停在那里 你还需要回到感动他 他那位圣灵 还要叫你能够真正的清楚的 而且是有果效的明白转经文 神的话 你绝对不是说 给你知道神是怎么样 因为神 他信是怎么样 信耶稣有平安 不是让你知道而已 神的话也说 你知道他可以信耶稣有平安 而且他希望 他希望你能够信耶稣 就经历到平安 我们还是碰到这位 原在这个葡萄园的时候 是John Wimber 有位同工 叫Jack Deer 当然有人都认得他 或是看过他书 他以前是大神学院的一个 就业的教授 他立志 他被我聆听 他立志要成为一个 就业的一个很出色的神学家 他不相信圣灵工作 就是重的工作了 就启示等等这种 义兵赶鬼等等 不知道到最后的时候 他去参加聚会 就被圣灵摸着 他开始就发现 他讲原来神很多的话 我还是没讲清楚 第二个 原来神很多话 我还是没有摸得准 第三个 原来还有神的话 我讲错了 他是一个大神学院的就业教授 让后来神学院教他离开 因为他走到灵恩这条路上去 他写了两本书 《Surprised by the Voice of God》 他写了一本书 被神的声音 所谓惊讶到 怎么hear the voice of God 他真的知道 所以好像这样说 神的话有两个 一个叫做written word 叫做圣经 叫做logus 一个叫神的话 叫做rima 这个大家都知道 叫speaking word 有时候你读神的话的时候 不只是在研究 你突然感觉到 神在对你说话 那个感觉除非你经历过 坦白说很难描写 你突然的信心就跟得来 你突然发现 那个方向就跟得来 你突然发现 那个的盼望就跟得来 不仅让你明白真理 后面那个叫做阔府 叫引进真理 换句话说 明白是你的头脑 引进是你的经验 换句话说 然后后面讲一大堆话 一切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 来是要把什么 听见说来 要把这事将来是告诉你们 原来在圣经里面 已经把整个神的心意 的准则讲出来 但在每天生活里面 还有很多的细节 是让圣灵来帮助你 或者讲白的说 主耶稣还继续帮助你 但是透过圣灵 所以一切要留意 凡复所有都是我的 所以我说他要将受一切的告诉 亲爱弟兄姊妹 耶稣所有一切都是你的 这一切都是父为你预备 然后借着圣灵 把神所预备这些的真理 这些的应许 这些话所带出来的祝福 每样都要发生在你我的身上 你可以知道你多么丰富 但是很可能你没有尝到 因为如果你没有圣灵的帮助 我没有圣灵帮助 所以用林道亮牧师讲话 你要知取神的恩典 你不仅要明白神的恩典 第二个你需要知取神的恩典 你怎么去知取的 你虽然知道银行有笔钱 但你要去领啊 你可能你自己跑去领 这是一件事情 第二个你可能请个朋友帮你去领 你总要把银行那个钱拿出来 不然有那个钱有什么用 圣灵做一个很重要这样的工作 所以又回到罗马书第八章里面讲 三节第八章九十十一 就是三节经文 我上节提了一下 讲到圣灵的时候 除了讲圣灵以外 还给了两个他的头衔 一个叫做基督的灵 一个叫做神的灵 保罗这个有这么有学问的人 怎么三节经文 圣灵用三个不同的称呼他 因为圣灵工作是要把基督 一切的丰盛带到你身上 原来圣灵要把神叫做神的灵 他的应许带到你身上 如果没有神的灵 你怎么能够明白神多么爱你 因为罗马书第五章说 神借着圣灵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 你可以讲一百遍 你可以写一百遍的这个Theesis 论文讲神的爱 有时候你看到人写一些东西的时候 我这不平论断 只是说这是经验 你看他的引言 你看他的结论 他可以写这么厚一本 他讲神的爱 不过你知道他没有经历过神的爱 经历有时候不仅能讲得这么清楚 坦白说讲得不清楚 反而比较多是经历 但我不说这两个要拆开 如果真理不清楚 经历错的那样麻烦 不倒坏 只是知识是不够的 我觉得圣灵浇灌在我身上了 我第一次才明白 我是一个罪人 等到被圣灵浇灌的时候 我才明白 纵然过去起起伏伏 我的神从来没有离开我 因为祂爱我 就爱我到底 然后经过圣灵的工作的时候 我才知道 我在基督里面 我是何等的丰富 居然 祷告事情就发生 居然 帮助那个人 为他祷告 这个人就得医治得释放 居然 跟他讲讲一些的 这个圣灵的道理 他就开始被神的灵摸着 所以带出第三点来 就是圣灵工作第三个 他来帮助我们荣耀主耶稣基督 第十四节 他要荣耀我 圣灵很谦卑的 他从来没有夸耀他自己 他荣耀父神 他荣耀主耶稣基督 特别要帮助我们这些信主人 常常说 牧师你是灵恩派的 你又没有追求圣灵 我用这句话说 我从来不追求圣灵 当然我必须要依靠圣灵 那你追求什么 我追求更多像主耶稣基督 因为这是圣经说的 因为我的命定就是向主耶稣基 大概这几年 你们应该听得我讲够多了 你的命定 我的命定就向主耶稣基 在罗马书第八章三十节那边说 28 29 30那边说 因为呼召神就据先定下效法祂儿子模样 所以我们每个人的预定要向主耶稣基 但我们每个人的呼召不一样 你可以在金融界 你可以在教育界 你可以在医疗界 你可以在军事 政治界 我们每个人呼召去到那个岗位不一样 但我们每个人进到那个岗位 都要活出主耶稣基督来 怎么活出主耶稣基督来 什么叫做追求更多像主 我需要两方面像主 第一个我需要生命像主 所以你读加胎书之后 你就知道只有圣灵可以帮助我们 接触叫做属灵的果子 温柔谦卑等等 没有圣灵工作 我活不出生命的果子 不仅这样 我的服事 我的工作 我的生活 需要向主 我需要有神的能力 要主的能力 因为他说信我人 我所做 你们要做更大的事 主啊 我怎么能够做 他马上补那句话 信我人 我做的 你们要做更大的 因为我到父那里去 然后到了十四节的时候 那妈讲了 因为我求父 裁减另外一个宝卫石 然后到我到父那里去的时候 他讲一句话 你奉我名求什么 就必成就奉我名求 原来主耶稣一切 在他里面一切 只要我们奉他的名 意思说 神已经在他里面 为我们预备 没有一样事情 不会发生 但需要圣灵把这些应许 带进你的生命 我的生命里面 我们不是追求圣灵 我们是百分之百的 要依靠圣灵 好叫我们能够活出主的生命 好叫我们能够活出主生活的能力 工作能力 侍奉能力 好叫我们能够显出 我们是主耶稣就来 荣耀他 这些年日来 我觉得荣耀他很要紧 我们有很多方法 我们办一些活动 我们个人步道 用这个所谓的福音桥 用事律 还有用不同的方式 但我又觉得 最能够荣耀主 就是我把他的真理活出来 我把他的应许回来 跟你谈话 我不要讲什么 谈谈话的时候 你就被主摸着了 不是我的本领 只是我讲主的事情的时候 圣灵会帮助我 release 用灵恩讲话 就释放主的应许 释放主的大能 因为他一定要用神迹启示 证明他所传 就我们所传得到 证明我们所传得到 这位神是又正又活的神 所以常常有人说 牧师听你讲就哭了 我说要哭什么 但我也不知道 我不说 有个弟兄 他是开一个事务所 他的一个同事来我们教会聚会 所以他说 他有很多问题要问你 所以安排神跟他吃个饭 我说可以 所以我跟我妻子 然后他就带了一个同事来 然后就说 牧师我想问一个问题 我说可以 赶快问 然后我就赶快吃饭 现在我已经学会了 你问问题的时候 说我吃饭的时候 不然的话等下没饭吃 听他一起来讲 他问了一堆问题 然后我就给他回答 到最后他没有吃饭 我一直讲他一直苦 他牧师好奇怪 我就吃不下饭 那就打包围去吃好了 亲爱的弟兄姊妹 活出真理来 除非你进到真理 你怎么活出真理 活出真理来的时候 基本上你就把主耶稣活出来 谁能够帮助你 这样的荣耀主 是因为神的灵在那里面 所以圣灵争论经文最早相信 让你知道在神面前 你是个罪人 大小事 人家认为不是罪事 你知道这是不讨神学的事 所以你马上知道 你就带出一个悔改 也至于你就靠主 应信而成义 主的保障永远有功效 那第三个 第二个的时候 回过他的时候 你就知道你可以得胜 起码这时候 你这个人站立得稳 成为一个神可以用的人 我讲了好多次 好人跟我说 神啊牧师告诉我 我愿意被神来用 但是很多时候你知道 最后结果并不是很好 有很多人愿意被神用 但是不见得在神的手中是好用 是好用 可以听得懂吗 I want to use by God 常有这样说 牧师我一生被神来用 I want to be used by God 但是are you useful to God 这是另外一件事情 除非你在神面前 为一位罪 刚抢你站起来 连世界都不能够影响你 这时候进到另外一个阶段 这个阶段是什么 原来神一切的丰盛 在基督里都为你预备 而圣灵会帮助你 知取这一切的丰盛 好 叫你在地上的日子 不能你在哪个环境走到哪去 你就把你的丰盛活出来 把主的荣耀活出来 人中山知道这位主 最后一个 这是一个结语而已 我们需要随从圣灵的带领 所以我很喜欢的价太书 除了二章二十节以外 我很喜欢的是这一节 就是所谓 你们若因圣灵得生 就应该靠圣灵行事 我们以为圣灵重生 我已经提过了 重生这个字 在原来文字 不是重新生一字 是从天上来生 不是说born again 而是born above 从天上来生 你需要有一个神的生命在你里面 感谢主 我们都重生了 有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 所以后面就看着我们 我们愿意靠着圣灵来行事 这个字的意思 就跟圣灵同行 in steps of the Holy Spirit 跟圣灵同个脚步 这是一个很重要 这是这些年来我的一个操练 怎么跟圣灵 总是用主耶稣的方法 同复一二 要让主走在前面一点点 不要跟着后面更太远 也不要跑到前面去 意思说你看着圣灵来帮助你 听到圣灵的感动 听到圣灵的声音 或许你祷告神 给你看到一一一项 你就知道下一步是什么 不要走在他前面 而且紧紧跟着他 不要在那边拖 不要在那边推 甚至有时候 他的带领会让你惊讶 因为不是你的想法 你会有些挣扎 有些的犹豫 不过这边所说的 你要知道怎么走在圣灵里面 靠圣灵的行事手 第一个你要向你 他一定会引念 因为凡被圣灵引你 都是神的儿女 罗马书第八章说的 所以你不再带这个 如补的心里你就害怕 你是带这个儿女心 称呼我们的神 是阿爸父 因为圣灵与我们的灵 同正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们是神的儿女 所以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 如果你跟着圣灵 你一定有圣灵的带领 圣灵不会勉强你 所以你一定不会成为一个孤儿 不会成为一个属灵的孤儿 因为圣灵必定会引领你 你需要相信他的灵 你需要相信神的灵 会帮助你 神的灵乐意与你同在 乐意住在你里面 而且永远住在你里面 它是你的保卫石 但是也不要忘记 很多时候 有的时候祷告 牧师怎么都没感觉 怎么也有 圣灵有的时候 牧师我都不会倒 我说你倒就倒 不倒就拉倒 你管那倒不倒 要紧的是 你有没有一个谦卑的心 寻求圣灵的带领 每样事情我可以 我行的 然后夜祷告 有没有事情发 算了 不发生就算 没有 我祷告到一个程度 神啊 除非你向我显现 我要天天祷告 因为你是又正又恶神 我怎么传因为抽象 我怎么讲一个神 是搞不清楚的 当然有人问我说 我可以辩论 缩赢你 然后那个人就问我 你看过他吗 我说我没看过 他就说 你说我们这些迷信 你才真迷信 你看都没看过 我定要看见我这位神 是怎么样一位神 因为整个圣经都告诉我们 神是可以让我们遇见 不然我们唱这四个都白唱 开我的眼睛 让我们能够看见你 我们不白唱 坦白说不只白唱 唱得很虚假 那再一件事 你谦卑吗 神我求一只两只没有 那就算了 我也不见得要 不 我导灌 我一定要圣灵的帮助 在我这里面 讲到这里的时候 就叫第三个 你需要知道随从跟体贴 罗马书第八章那边讲到 一个人 信主人 他不可以随从肉体 体贴肉食 打外 要随从圣灵 体贴圣灵的事 随从就是你的选择 是你的意志 体贴就是你的思想 体贴这个 你查一下字典 体贴这个字就是你的思想 set your mind on the things of spirit 圣灵怎么想 神啊我定要荣耀你 千万不要停在那里而已 这已经很宝贵 但是圣灵你要帮助 开口之后 我要讲什么 决定之后 我要做一个怎么决定 你怎么带领我 包括我的态度 你怎么来掌管我 这不是一两天事情 我操练在起码差不多三十年 自从被圣灵更新 我就开始 我不跟你说过 我买个什么东西 都跟圣灵说 神啊你喜欢这个吗 我要 make sure 我的人生 是 in step with the Holy Spirit 所以J.I.P.E.G. 一个非常出色的 一个文派的神学泰斗 他就写一本书叫做 In the Step of the Holy Spirit 与圣灵同步 不论你是哪一派的 你需要有神的灵在那里面 好叫你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 好叫你可以过一个丰盛的生活 也就是你可以过一个荣耀主的生活 你在操练 我在操练 就是随从圣灵 体贴圣灵的事 走在圣灵的同行的里面 神会大大的祝福你 祝福你的家庭 祝福你的职场 祝福我们的教会 以用我们能够成为这个地的祝福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站起来 我们一起开口同生的为自己来祷告 我们要感谢主 赐下这位保卫师 神会行传地上说 这叫神给我们的礼物 保卫师 神给我们的礼物 是一个神给我们的礼物 宝贵的礼物 珍贵无比的礼物 因为它让我们能够全然的 经济到这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 让我们很渴慕 有神的帮助 圣灵的帮助 好好叫我们能够活出 主耶稣的样式来见证祂 我们看过一起来祷告 主啊 主啊 我们站起来仰望祢 让主啊 领寂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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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寅 让祢的破碎 让祢的保安 叫我们以神刚刚的隔壁门开 让我们得传保安 带领我们向前 带领我们进来仰望祢 主啊 我们感谢祢 主啊 我们感谢祢 主啊 我们感谢祢 世的天父 谢谢祢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 谢谢祢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 带领我们向前 特别让我们今年当中 更多的认识祢 更多的经历祢 好 叫父神的爱 带主耶稣的一切的丰盛 就是圣灵带进我们生命里面 今天我们经过一个荣耀主的生活 带出一个荣耀主的见证 你也知道你不足甚至贫穷 可能在物质上 更可能是在你的心灵里面 你觉得整个环境你很难去面对 甚至这个环境已经不在你的掌管的底下 你甚至希望这个环境 你可以摆上一些力量的时候 让这个环境转变过来 能够荣耀主的命 你觉得无能为力 这可能是你需要有个突破 你需要有圣灵的工作在你的里面 因为在圣灵带里面 你完全活出一个神 而你应该活出的样式来 你可以活出一个主耶稣的荣耀来 不论环境看起来是顺势力 但你的影响力是不会被改变 你翻转这个环境的力量是不会被限制 从你个人的需要 带到整个环境的需要被更新 因为神已经把这些都在基督里面为你稳预备 你需要神的工作 你需要圣灵来帮助你 信祂 相信祂一定会帮助你 我叫你向祂顾求 把自己放下 不要跟圣灵说我要这个我要那个 你要怎么做那样做 圣灵做你自己要做的工作 祂绝对可以把你这个软弱的变为刚强 把我这个贫穷的会变得丰富 如果在我们当中 你的脚 特别你的脚底有一些的发炎 而且引起两个脚腿的疼痛 特别脚这个部分 如果有需要的话 包括刚刚 你希望能够靠着圣灵帮助 能够刚强起来 你的身体需要让圣灵帮助能够刚强起来 当然还有别的需要 让神来帮助你够刚强起来 等下唱这种诗歌手要请到前面来 我们要为你祷告 出来的时候不要把东西留在椅子上 免得丢了 出来的时候也不要站在走道上 因为后面还会有人要出来 所以你需要祷告 带着信心 带着顺服依靠神的心 神为你为我预备救恩 是一个完备的救恩 祂没有把我们 撇在地上成为孤儿 所以祷告说你需要 就请到前面来 我们要为你祷告 天后我们在现场我们的感谢和赞美 你的恩典是给我们所用的 圆恩主的灵 这时候大大交官在我们的当中 交官来到我们面前 每一位弟兄慈悲 让我们今天都被你来摸找 亲爱圣经保佑 这时候再次落下来 落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 落在每个人的头上 充满我们葬礼所应许的 彰显那富和大能在我们的身上 好好在我们心中所愿所求的 在你面前蒙愿啊 蒙你来垂听 哦 主耶稣啊 奉你们求的你说 救必得着 愿主的灵就在这时候 做神你要做的工作 好叫主的疫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 我会把在座每位弟兄姐妹 交在你的手中 当我们从来离开的时候 愿我主耶稣就恩惠 天慧的慈爱 圣灵感动交通似的 共与和平和喜乐 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 从今天直到永永远 阿们 让我们要归一下 站起来前面弟兄姐妹 在给我们点时间 我们要为你祷告 其他弟兄姐妹 我们彼此祝福就可以离开